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诚意的父母是彼此的初恋 受父母影响 自己如果谈恋爱的话也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 在采访中 主持人问到诚意 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体验不同的感情生活 或者选择和一个人白头偕老共度一生 你要怎么选择呢 诚意笑道 谁要体验那么多不同的感情生活啊 又说到自己的父母都是谈了一次恋爱就结婚了 受到他们的影响 自己如果谈恋爱的时候呢 那肯定都是带着结婚的目的去的 而且诚意爸爸跟诚意说 你作为一个男人 一定要有责任心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和爱人 诚意家人的三观都好正 父母是彼此的初恋 爸爸觉得一个男人就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妈妈应该会特别幸福吧 老公疼 儿子孝顺 真的狠狠羡慕了 正是因为诚意家人的三观都那么正 所以诚意才会那么好吧 诚意说如果她谈恋爱了 她会特别尊重女生 如果她想公开也可以 如果她不想公开 想让我保护她 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尊重她的意见 诚意还说爱情中不可能只有甜妈 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也会有矛盾 但是要学会包容对方 去宽容去理解对方 好的爱情呢 都是积极向上的 两个人在一起信不幸福 家人肯定能一眼看出来 都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在耍流氓 诚意她说她如果谈恋爱的时候 都是带着结婚的目的去的 不需要那么多感情生活 好的爱情只要一份就好 弱水三千 只饮一条足矣 诚意真的太好了 人品好 三观正 长得还那么帅 谁来告诉我 我朝哪个方向拜 才能赐给我这么好的男朋友呢 乐力士奇异果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